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ZING正在看 我是老郑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 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 也是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 电视剧版四大名著 更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 不仅剧情深入人心 里面的配乐也是堪称绝妙 所以今天老郑就带大家看一下 电视剧四大名著里的经典BGM 这个前奏一响 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画面 立马就有了 都说这艺术是源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云工训音的诞生 就是作曲家许敬青 看到民工敲饭盒产生的灵感 甚至连歌曲名字都是网友取的 而剧中的所有配乐 几乎都有许敬青一人包办 更是开创了在电视剧中 电子音乐和民乐 及管弦乐队结合的先河 圆阳上起叠少飞 埋怨春色惹人醉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是那 远远的明月 明月 藤雲家屋 追风重点 你挑着胆 我牵着马 有多少小伙伴是因为好汉歌才知道的刘欢 这首歌 作词朗朗上口 通俗易懂 作曲欢快奔放 节奏感极强 不管是歌词还是作曲 都有一种豪放不羁行走江湖 行侠仗义的感觉 江湖气息是非常的浓厚 既粗糙又真实 老郑每次听了都有一种热血沸腾 想吹一瓶的冲动啊 不可逾越的音频经典《红楼梦》 承载了亿万观众的回忆 作曲家王丽萍的歌曲 更是为《红楼梦》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中主题曲《网宁梅》写了一年零两个月 而对林黛玉至关重要的《藏花银》写了一年零九个月 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是水》 是明代阳慎的一首词 后被谷建芬谱曲由杨洪基演唱 大气磅河的曲风非常贴合三国时代群雄争霸的年代 又有一种面对历史的那种云淡风轻的感觉 滚滚长江东是水更像是为三国时期量身打造的一首经典音乐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老周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